今晚的第七場賽事 是三班的1200米 看看哪一個起步更聰明 川甲英也起得很順利 排到一檔 幸好檔位 正本寬心那些抽了外檔 頂得出現在就是三四碟 上校也是十檔 川甲英正常的檔位好 進馬風彩是跟著第三位 這個位置也沒問題 跟著一對放頭馬 進馬風彩仍然保持得很好 上樓場也贏得很輕鬆 羅副泉的馬一般都保持到的狀態 今晚這個系統 三個都沒有馬贏 對 安靜一點 前面那隊不理他 當他是電套 跑得這麼快 其實你看川甲英和進馬風彩 我覺得是互相鎖定對方是對手 不是 這兩隻是星耀王者 星耀王者是屍體三歲 甚麼頂磅 還有一隻是自然輝煌 為甚麼閃了內蘭 很狠狠 那裡很狠狠 稍後再看看 我想他是有些避後題 突然在中檔穩毅 然後一閃閃了內蘭 現在只有第五 剛才側鏡就看到突然閃上來 還有一隻田泰安的致性時機 不過先看看自然輝煌 那隻 他現在在上轄後面 一閃到內蘭 那個閃是很急的 可能看到裡面有個位置 還有我想當時他很近 這個上轄後題 變成一個動作 如果你現場看 他有些輪盡 好 這裡看看第四名張照片 《著星耀王者到線》 分段時間頭段23秒53 第段22秒41 末段23秒36 總時間1分09秒3 潘頓在這段莫雷拉停賽的期間 其實他跑了五匹 上一場是莫雷拉跑的馬 結果成績都挺好 四隻都贏了 線路之聲也有第三馬 這些我都經常說 潘頓接手莫雷拉 潘頓的性格 其實你摸熟了他 他覺得自己是威愛人 他又不可以的 所以一接手莫雷拉的馬 他不肯說跑得比你差 一定會跑得很好 尊甲英幫徐宇錫贏一場 徐宇錫都經常兩 我幾月沒贏都很少 因為這個馬逢一向都很穩定 第一次跑巴馬地 這隻馬 幸好今天抽到一檔 又加上班頓 變成他全程的旅行 他做得很順 是的 沿途 變成他走起來 可以輕鬆很多 也節省了腳程 並且這場三班賽在第七場 又是說了第五場之後壓地 那個內蘭場地 就多些馬肯走那裡 都能幫到他的 田泰安他又不期了 是自然輝煌的推裝 其實是致勝時機 我再前想 應該自然輝煌的機會 比致勝時機 他穩定三至五名 但是差不多了 他不是一隻很聰明的馬 自然輝煌應該有較大的進步空間 換了班德禮 誰知道今天就發揮真是差的田泰安 其實他第三、第五名又不是趙遠 但是那裡一閃 接著他人有少許失並行 就比較論盡了一些 相對來說 田泰安就用他最喜歡的方式 去發揮自然時機 加上這一場也有一個合理的補促 結果他都追得很好 變成形成 好像他沒有選錯一樣 好 接著看第八場賽事 去到第八場是二班的1650米 最緊張就看看超好日子 可不可以贏回場 私家三難十二檔 只貴得一隻頭馬 綠色衣服收十二檔 你們先走 捉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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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 但是他真是金季 真是黃金旗 以沙田的戰績來 再跑浮谷也是比較好 但他最強的對手 美麗同享最後都不順 是 這裏看不到 但你可以看粉紅色 現在尾三 看到了 因為他搶口搶了幾下 一腳骨頭 直接跳起 馬迷也問 他說頭兩段時間都不是快 為何潘頓不讓美麗同享跟前一點 不過就… 這些位置如何跟著 現在跑落就不太快 但如果在賽前算 就覺得其實應該很快 是吧 因為這場有很多放頭馬 因為幾隻都無妨 太陽威威 都沒有什麼放紅運飛鷹的增情 他又沒有怎樣搶 變成一隻就一隻走 電信巴打 益了電信巴打 就是了 賽前你算下去好像覺得 銅馬房有些馬在這裡 應該都會去製造到一個捕捉 但你這個彎很開心 不知道 飛了出去 飛得這麼厲害 不過也可以看看 超好日子這次拿來蘭上 他又幸好空了來蘭 有時候有些運 十二檔都贏到了 幾季來現在第二隻 真的不容易 因為馬是走出去的 變成裡面空了 你裡面又不塞 又不什麼 變成長驅直進 省了位置 電信巴打 分數都很浪 因為季初一場贏了 三個多馬位 加了他很多分 美麗同樣輸了組斷 就是馬賽特的組斷也不好 肯定 你都看到他鬥力鬥得很厲害 分斷時間 頭段28秒正 頭段不快的 第二段23秒61 第三段13秒83 末段13秒48 總時間一分38秒92 超好日子 真是達成任務 又再贏這一場 跟趙芳華分享了 這個百萬挑戰杯的冠軍 連馬斯、呂健威 對這批賣有什麼評價 恭喜了威師傅 超好日子 相信可能是香港賽馬史上其中一匹 很多人會記得的馬 因為他四個月裡有六場頭馬 你怎樣評價這匹馬 這匹馬其實 我都很意外 他可以一直這樣贏 因為他由四班的時候 最初贏 之前好像跑來跑去都在沙田 跑來跑去都不行 自從來了這裡之後 不斷地贏 經常都覺得他這個分 好像已經超過了 但他每次都可以 還可以超出他本身的能力 可以說一下超好日子 本身在馬逢或晨粗的時候 他有沒有特性 或者本身是怎樣的脾氣 他都乖 不過現在他好像晨粗 在直路他都挺厲害 原本是趙芳華都可以跑這場 不過他有更遠大的目標 跑星期日那場經典杯 補充一下威師傅說的話 他說想不到這一馬那麼厲害 其實這一馬我們一早就覺得很厲害 在上季如果大家記得一場 上季初來的 潘頓跑的捧到大熱門 每次都留後追 潘頓真的是放頭 放得還要很快報速的 回來散了 我想很多朋友都記得那場 等於潘頓那次 前一次其實是上進之星 明明後追好他真的放頭 現在接著上進之星就贏兩場 所以潘頓當然今季經常讚他 不過不是常常都跑得好 超好日子他跑了一場 其中一個敗筆 尤其今季這一匹馬的表現這麼好 雖然今季潘頓也贏過這一匹馬 但上季情況大家都記得 不過也可以說 在上季和今季之間 那個變化真是很大 雖然說上季有那場跑成這樣 大家都記住 但後來莫尼拉贏到 但之後好像覺得那隻馬的進度 都不是預期之中那麼厲害 但原來不是 他真的很有潛質 但到今季才會爆發 不過也是剛才同事 現在Victor問了這麼短時間之後 都贏了這麼多場 都會用了體力 看看之後他會怎樣部署 其實就是三五二場一方 二三四名 就侵了一隻超好日子下來 就剛剛贏了他們 另外這場就是沙皇者氣管有血 然後我們看看尾場賽事 去到第九場 是二班的1200米 一起步的時候 看到有幾隻快馬 南俱寶的一定快 跑了一千 居然不夠 那隻澳遊戰士快 因為真的很快 以為南俱寶的 都跑了一千 很快 三檔 結果澳遊戰士放了出來 最喜歡的你們放得快一點 就是尚進之星 因為他有一個一檔 是很跑的 你便走 沿泰安跑 不會像潘頓一樣 跟你走去放 不過他這場對著這些速度的馬 他想放也放不了 其實這隻馬也沒理由想放 這隻馬每次都是後上好的 但真的走得很快 你看到走到半程 人和家英那些頂不順 都跟不上 連南俱寶 人和家英都跟不上 當然快 好了 放得這麼快 澳遊戰士回來 其實自己也不多 尚進之星當然了 田太安今天手風順 不過有隻千二盲滿的粉紅色眼罩 遠在理心 想來就拿了第二 分裂時間頭段22秒97 第段22秒33 末段23秒62 總時間1分08秒92 香港跑馬的時候很有趣 我賽前就沒有貼 亂在理心 想要一千二千二 跑幾次都不上名 臨場你又好像不要他不行 我經常都說到美場 你畫了幾個馬房沒有 那些什麼丁半豪 希斯 那些全部都沒有 呂建威是最有的 是呂建威是最有的 審習成也有兩條Q在那裡 加上田太安也有的 也不能飛去亂在理心 馬房今天這麼好的成績 純粹是這樣想的 其實也不是選馬尾場 就是這樣圈圈圈 畫畫畫的量度出來的 你一向都很重視 說這些當日連馬師的數據 其實我不想的 我喜歡是靠量度馬度得到的 不過有時候沒辦法 形勢被人強 最重要的方法是成功收效的 那些就是正確方法 這個就是其中一樣 但是說回這些場合 也要說一下 譬如韋小寶這些 真是夠中心的馬匹 前段這麼快 他無法跟隨 結果又衝上來又有位置 經常這些馬 就是那些三重左四連環 是一定要拖著的 蘇寶羅也有的 還有他是一班馬來的 這場是突五分的 在時其實他賺少少班 頭場就是馬房有手影 是馬房有的 很容易跟得到 我們有什麼馬 值得跟進呢 我選了第三場的美之妙 他今天就跑到第三 上一次他跟大鴻森 在田草的1400鑽 今天那裡來谷草 他熱門的大鴻森很多 他六倍倒 大鴻森十幾倍 好像都完全沒有機會 你看看現在黃毛 在最後轉彎 轉個很大彎 雖然說上半場 轉這些彎都行 但是始終你也是虧了腳情 你看看末段 其實他是追得最厲害的 亦都過了大熱門的衣貝 力迫前面的包裝大獎 那些 虧了少少形勢 但這隻馬也顯露了 今天很強的追勁 我選了一隻馬跟進 今天的名字比較後 第四場 就是松草之王 今天就跑過第十名而已 但為甚麼跟進呢 因為這匹馬 其實這場之前 他的操練都是有點緊緊的 都停貨過的 而這場賽事 在入籍路的時候 其實他是走內蘭 贏馬那些 妙表精彩那些 在外面蓋上來 令到內蘭其實是沒甚麼位的 這裡他看到都是 落後號比較多 但這隻馬挺肯走的 其實他都慢慢移出來中當 雖然跟前方的馬不在距離多遠 但是這隻馬 走上來的追勁其實都不差 以他曾經缺過貨 都休息了一會 出來這場跑 都有這樣的衝勢 不錯的 健康正常回 其實之前的法國都追得好 所以可以跟進 好了 今晚的九場賽事 跟大家看過了 接下來星期日 就在這個沙田馬場 有這個日馬賽事舉行 賣香港經典杯 大家到時留意一下 四水馬系列的次關賽事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